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跟大家在第一时间分享了 Google怎么查的都跟大家有过交代 到了昨天一天之后 照片出来了 有 有照片 那绝对是照片 但是从照片的角度看 咱们不知道是何许人照 就是不是咱们正常看到的国家领导人照相的角度和拿出来的东西 文章里也提到说 江泽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怎么热情 怎么洋溢呢 还没听见声 到现在没听见声 有不同的媒体说 江泽民不成了 你看他连这么活动都没有报纸 都没有灯 新华社也没灯 有的媒体说 江派在十八大已经胜出了 说什么都有 后来我说 这些媒体 记者没看明白 你说你给他那脸干啥 对吧 都那样了 你给那脸干嘛 你要说他是东西吧 把东西这俩字给糟蹋了 你说他不是东西吧 他还看得见 你说他是活的吧 我们只听其声 你说他是死的吧 出什么事都是搁三天出照片 邪门梦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真的是鬼了 战上了 疯了 我还劝大家伙 赶快该扯的扯 该脚底抹油的 该怎么溜怎么溜 那要不崩才怪 死得更快 国家大剧院塌的也更快 咱就说这道理了 所以像这种消息 有些人还在大篇幅的报 你给他脸呢 你糊涂彻的 因为经过风风雨雨 经过王立军和薄熙来的 和周永康的如此的洗尘 你今天还弄不清楚的话 做记者的白做了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 直接提到 王立军完了就是薄熙来 所以咱看他怎么说 中共了结王立军后 逼向了薄熙来 那他直接讲说 中国法律界的人士认为 整个案件的扑速迷离 判决令人难 很难令人信服 那也有舆论提到说 王立军政治生涯 虽然已经终结 但在中共政治斗争当中 受到了善待 这个受到了善待 是因为他的做法呢 很直接 就是他要保自己的命 所以他不管什么这 他只要保住自己的命 就成功了 而今天王立军的结果 确实给今天中共朝野 上上下下做出了点吧 文章呢 直接一扭脸呢 就转到了薄熙来身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讲说 中共对薄熙来的法网 越收越紧 他肯定将面临刑事审判 中国在监禁了王立军之后 正在向他的原来的顶头上司 薄熙来逼近 紧接着他就提到了 中国改革杂志的前主编 李维东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这么讲 他说估计一周之内呢 中共将宣布把薄熙来移交司法当局 他说如果再不就薄熙来问题 做出决定的话 十八大就很难在十月中下旬召开了 中共一直没有宣布 十八大召开的具体时间 现在应该大家看节目的时候 正在把 应该说正在把薄熙来当驴卖 就是说 在十七届七中全会上 这一群人在围绕着他卖 卖什么价 卖多少年 开主党不开主党 行审不行审 这个那个在卖的 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一直讲说 围绕着王立军薄熙来和 古开来的最大的罪恶呢 正是他们当年 在辽宁时 在大连时 为了完成当时江泽民 整个以国家的名义 所制定下来的政策呢 所做的真正超邪恶的地方 那就是活摘器官 那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提 那在总格 中共王立军庭审的过程当中 中共十七大召开的过程当中 就这一段时间呢 恰恰也在为 就是国内国外也在围绕着 活摘器官的事情 特别是在古开来被审之后 开庭之后 而在国内非常 整个的 大家讨论的非常多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一直提到那是江泽民的派别的 曾庆红出了损招 透过香港 在8月15号登上 香港的保钓船登上钓鱼岛 才出现了反日爱国的浪潮 占领了整个新闻 把有关古开来 薄熙来 王立军涉嫌活摘的内容给压掉 这个新闻给冲淡 但是呢 这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呢 40天里面呢 在海外呢 却又在讨论 一直在讨论 特别是在这个日内瓦的联合国 而在国内呢 其实也一直在说 而他采取的方式就是 在古开来的这件事情 在王立军这件事情上 不去承认他 不说 可是在民间 在媒体上呢 又逐渐逐渐在撒口 就是说 给大家再做思想准备 这是我个人看到的场面 给大家做思想准备 给社会做一种舆论的准备 说活摘是存在的 活摘是存在的 他在逐步逐步 在被逼 被环境所逼 在靠近这一面 但是逐步逐步在揭开了 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 我说 在大陆呢 大概9月初的时候 有篇文章 直接涉及到304军队的愚愿 参与活摘 这是 而说这话的人呢 其实是来自于卫生部的发言人 这就说明了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在退 他没办法 没出路 也反映出中共高层打斗的场面 那在今天呢 在大际员有一篇文章 直接引述了 分析了国内的一个有关活摘问题的案子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共媒体证实官方与黑道中介组织了庞大的活体摘取器官的贩卖网络 他说近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35%的器官移植使用了亲属之间的活体器官 不过官方公布的活摘器官的移植者是否真的是亲属关系 那魔鬼细节就在其中 这他后面加入了一个形容词 那这里呢 就跟这个黄杰夫一开始讲的 黄杰夫曾经承认过中国的器官移植大部分来自于死刑犯 那现在他又提到呢 是35%来自于亲人的 也就是说他变着法的转 变着法的来回避 但是迫于压力又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所以一句话 对王立军 对未来的薄熙来 对谷开来的一切的审判 掩盖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中共在媒体中 在官方中逐渐不得不退缩 承认的活体摘取 包括法轮学院在内的很多普通中国人的器官 贩卖 这就是最极其罪恶的 这就是我在石涛的眼睛里 真正看到的善恶之争 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过 共产党表现出来的是最邪恶的那一面 而这种活摘的事情应该是非常直接的 文章里讲说 中共官方近日公布了最大宗的活摘器官的案件 承认器官中介犯罪 伪造了死刑犯判决书 死刑犯器官捐赠志愿书 亲属关系器官捐赠志愿书 来自国宅器官 这就是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黄杰夫说的35%来自于亲属的 这个东西是假的 而文章是来自于中国财经杂志 9月10号的题为 《非法买卖51颗肾脏背后器官由三甲医院洗白》的文章当中 详细描述了一个叫做政委的肾脏器官中介贩卖的黑幕 此文已被新浪网法新社等媒体广泛专载 文章里他提到一个概念 说这些所有伪造的文件一直都没有影响到北京这家正规医院 将这些非法获取的活摘器官移植到器官受体上 这是指解放军304医院 接受政委提供非法肾脏的医院 那财经杂志报道说 坐落在北京西三环的三甲军医院 记者到百度上一查 其中涉嫌作案的医生是北京304医院和301医院 在财经杂志的这篇报道当中 与北京的军队的医院直接相关系的就是304医院 所以文章拿到了一个具体的说法说 活体肾脏移植是与军队304医院合作的结果 三年前 政委陪同患有肾病的亲属来到北京西三环的304医院 这个医院的主治医生 密教科的主治外科医生叫做叶林阳 那与此同时叶林阳本身正在为科室的年度任务呢 很发愁 因为交给他的年度任务 每个科室现在医院要获利润的 要挣钱的 给他的任务是一千多万元 记者在百度上百度一把 发现这位叫叶林阳的是解放军304医院 密尿外科主任兼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生 这就是这么个人 这个人呢 在他的生涯当中做过500多例肾脏移植手术 而亲属共肾的做了12例 也就是说 这个医生姓业 他自己就知道 有些肾脏是从哪来的 这就是整体活摘的 因为文章太长了 我们看到的军队大的医院 武警医院 最大的是天津 那天津的那个当时的移植中心 就是天津武警医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所以大家注意啊 就目前的概念 整个大的形式的概念 就是这么 在逼近中共真正的邪恶那一部分 但是有关王立军的庭审 薄熙来未来的庭审 咱不知道还没审呢 咱不能说 而古开来的庭审呢 却在试图真正掩盖 就是这些罪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